我先讲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这些教学影片 我的这些教学影片放在哪里呢 首先第一件事 我打开YouTube给你们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到YouTube之后 像各位如果说 您要看之前我教过的 office日常工作的资料分析 这第一次上课内容 第二次已经叫做 office日常工作整合应用 第三次呢 我已经把它换成叫做 office的日常工作使用技巧 第一次我着重在 就是说我要取得 例如说不管我取得什么资料 然后来去做一些分析 所以着重在资料分析 第二次应用 那你只要打office 可以吗 office 然后日常工作 就我分三种 三种 第一个你看 有这个是 这个是九月 一个月前 九月份我来这边上课 七月 我六月中旬就到美国受训 到美国卫福部 然后八月底回国 九月 九月来重化电信这边上课 office日常工作整合应用 有看到 这边有一 有一就一定会有二 然后就会有三 四 你们一定要 如果说你们真的想要多学一点 真的把这个整合应用 好好的去看完 因为那时候都在讲整合 整合 反正就是那个软体之间互相切换的使用技巧 再来 再来更早之前 更早之前 是不是有教什么 日常工作的资料分析 有看到 可以吗 那我们第三次 这一次 我就希望说教你们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把那个office里面 别人问我一些使用的技巧 我希望在第三次教你们 这样了解 你们这样子就三套可以学的更多 更好 比别人更多一点东西 那这些东西都放在中华电信学院的什么平台 我不知道 因为它是放在内网给中华电信的员工去看的 所以您可以询问那个徐老师 你们知道放在哪里吗 您贵姓 中间 你也不知道 周 好 所以我想你们应该都不知道 等一下 我应该说 明天早上我再告诉你们 放在什么地方 就那个平台 好 那 至少在YouTube YouTube 你是不是就可以找到 例如说 你看 这边 日常工作整合应用 这是发生在 上五月 九月四号 九月四号 那就麻烦你们有空的时候 然后自己再把这一系列 有19293 12345 反正就把每一部都看了 这对门只会有帮助 反正这一个课程都在介绍很多软体之间的互相应用 怎么应用 可不可以麻烦你们一件事情 如果说您方便的话 请在这个地方按赞 这是对我的最直接的鼓励 就是网路上的人说 就算你做得再好 都会有负面的力量 让你怎么样前进 我会这样的来去思考 听得懂 那可是我也需要有一些正面的回应 就是请你按个赞 或者是在下面留个言 可以吗 这样了不了解我的 我的一个意思 像他这问Office 365 我明明在叫Office日常工作 有点关系啦 我只是告诉你们说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登入之后 在下面 就是你觉得这部影片你有收获 那就麻烦你点个赞 让我觉得说 这是还蛮欣慰的 做这种事情 其实是在赚快乐 好了 我继续 我们要来讲工作效率 我还是要继续停留在Word里面 好 所以我现在 我们就来观看一下 把所有档案都先关掉 Word也好 Excel Powerpoint的通通都关掉 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要继续来观看 Office日常工作使用技巧 在技巧这部分的话 Word里面有很多很多很棒的技巧的使用 好 这样子的用法 可能你不晓得 但是我们会让你学会之后 工作效率整个提升 例如说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就是取代的特殊应用方式 什么叫取代的特殊应用方式 麻烦请用这个Office事实招重新打开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 这里面的这个档案 它是用中极核符号 中瓜胡 这个中瓜胡 这也是用中瓜胡 这也是用中瓜胡 可是如果你想像我 我个人就比较喜欢使用什么 我喜欢用这个符号 插入符号里面 我喜欢用这个符号 那既然这个左中瓜胡符号要换成它 那是不是又集合 用右中瓜胡 是不是要改成下面这一种 好 点选插入符号 那这里面没有嘛 所以我们去其他符号里面找找看 就这一个插入 关闭 好 我想要把 我想要把这个符号 例如说 这个符号 取代它变成这样子 贴上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符号 复制 然后取代它 贴上 现在可以了解我在做什么事吗 可是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个 这里面可能有非常非常多个符号 是需要取代的 你不可以这样负质贴上 负贴上 一直使用 那有没有很快很简单的方法 当然有 现在我就要教你这件事 好 请问 选好了吗 选好了 麻烦请把这个复制起来 请把这两个符号复制起来 复制 等一下我们要用到 等一下我要用到 好 请注意哦 我接下来要怎么样去选到 这一种形式 这一种形式的资料 所以我要把它取代变成 这个左中瓜谷变成这个 左上名号 然后右中瓜谷变成右下名号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常用底下是不是有取代 取代 然后取代呢 我当然不可以直接用这个符号 不可以用这个符号 当然我知道也有人 他就这边输入这个符号 然后接下来这边用贴上 取代用什么 用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做两次 对不对 做两次 第一次是左中瓜谷 第二次是 第二次就是右中瓜谷 分别做两次的取代 可是我现在呢 我会希望说 教你一次就做完 所以用这个符号来做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右上到左下 请注意 右上到左下 对不起 应该是左上到右下 左上到右下 这个左上到右下 它不是除号的那一个方向 这个代表提取 提取这里面 提取这里面 有这个的符号 有这个的符号 所以这边是一个中瓜谷 然后接下来呢 那右边怎么提取 那右边怎么提取 一样用左上到右下 然后中瓜谷 这中间要怎么提取 中间请输入 左瓜谷 新字号 右瓜谷 看得出来吗 这个中间 中间 我不管它是什么 也许它有时候是档案 有时候它是新增 没关系 反正你就使用它 你就变成 左瓜谷 新字号 右瓜谷 这就代表 那个中间的字 随便它是什么 你都可以抓得到 然后接下来 这边取代 取代要把它变成什么呢 我是不是要把 前面变成这个符号 后面变成这个符号 那中间 中间的内容不变 内容不变 怎么写呢 写成 提取符号 一 这边你可能比较不了解说 这个提取 这个左中瓜谷 这我想应该可以懂 可是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个提取一 这个意思是指说 提取这里面 原本被置换 就是变成 不管它是什么内容 就是什么内容 好 所以它变成提取一 然后在接下来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在更多里面 使用万用字元 为什么用万用字元 这边是不是有 一个新字号 这个新字号 就是万用字元 所以不要忘记 这个使用万用字元 然后接下来 麻烦勾选 这个全部取代 显然它这个符号 不是 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 我重新去抓 因为它跟我用的符号 不一样 所以我要用一模一样 我才抓得到 所以复制它 复制 刚刚是不是做那个取代 贴上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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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看起来是全形嘛 对不对 这个是半形 看出来哦 好 所以我把这个剪下来贴到这个地方 贴上 然后接下来这个 要这样做 就是它这是一个全形的 会打出全形吗 就是你要切换 Shift跟空白键 你就可以打出全形的这个符号了 然后我要把它换成是 这一个 所以这个符号 这个左中刮符全形变成它 接下来我们再点 全部 它说全部完成了 一共取代了 199笔记录 你看原本它档案 原本它的新增 有没有改变 这里面的内容是没有变的 可是刚刚这个符号是不是就改变了 确定 完毕 你看这下面 你看这下面这边是不是也改了 这边也改了 它里面不管是什么内容 它这内容不会变 可以知道现在做这件事情吗 这样你就不用一个一个在那边手动调整 你还不晓得到底改了多少个 好 这个就是要跟各位分享的 这个就是当我今天透过万用符号 还有提取字缘来去做取代 你看我在教你们一招把所有的图片都删掉 假设我现在这个档案里面 我的所有的图片 我要一口气把它全部删掉 那你图片可能散布在这份文件 60页的文件的很多地方 那你是要一个一个找到它去删掉 对不对 有没有快速的一键就可以把它全部删掉 有我现在就要教你这件事 有听懂吗 这就是那个效率 好 好请看一下 刚刚那个件事如果你没有学会 你回去再看影片 我们现在来动手做一下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边有一张图片 通常我们是不是要选到图片 Delete对不对 那请问你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张图片 是不是选到它Delete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张图片 选到它Delete 那你要假设你现在想要把 所有的图片都删掉 你是不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假设50张图片 你要重复选50次 然后Delete 有没有一种方法 把所有图片都删掉 好我现在教你这一招 所以仔细听咯 好现在要仔细听 用再换一个小主题 怎么把所有的图片 一口气一次把它都删掉 一样用取代 常用底下是不是有一个取代 取代这里面呢 取代这里面 寻找目标 寻找目标 请用 请用 本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更多 寻找目标内容把它给全部删掉 我们现在要寻找的东西在更多里面 指定方式为 请问图片是哪一个 你看它这边叫图形 好请点这个图形 它这边是不是出现 Arg 如果你知道Arg就是序格加6 你也可以直接打出Arg跟g这个符号 Arg 然后请问取代为什么 因为我要把图片删掉 所以取代为里面 要放什么内容 什么都不要放 连空白都不要放 因为我是不是要把图片删掉 删掉就没有东西了 对吧 好 所以我的 我的什么 寻找目标是什么 Arg 取代程是什么 没有东西 请把使用万用图号关掉 使用万用字元请关掉 因为我们这里面没有用到新字号 好 所以 所以你这边不用打勾 接下一点 全部取代 它说 全部完成 一共取代了85张图片 变成没有东西 确定 你看这边就再也没有图片了 有听懂我现在在说什么事情 这都是提升我们工作效率的方法 好 再做一个特殊的取代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 这边是不是有多余的段落 这个是不是一个段落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段落 这边是不是这个段落 我们就称为叫多余的段落 多余的段落 可以吗 可不可以把多余的段落删掉 周先生 怎么做 用取代 如果我们要用取代的话 怎么把多余的段落删除掉 不用研究了 我直接告诉你 就是取代里面 你想办法找到这个段落符号 好 我带各位做一下 常用底下是不是有取代 然后请把寻找目标 寻找目标我们先删掉 寻找目标我们要变成 变成什么 变成更多里面 更多里面的指定方式的段落标记 而且什么叫多余的段落 这个叫做段落标记 那这是不是也叫段落标记 所以当连续两个段落标记 我把它变成一个段落标记 这不就是申掉多余的段落吗 所以这边指定方式段落标记 上面要两个 下面放一个 所以指定方式段落标记 所以点选取代为里面变成一个 然后接下来点全部取代 确定 那你会说 这边是不是全部都变成什么了 没有那个多余的段落了 可以吗 然后把它给关掉 好 以上是这个取代比较特殊的一个使用方式 您学会了吗 不管是万用符号也好 或者是删除所有的图片 或者是把多余的段落删除掉 可以吗 所以取代这个方式 有没有觉得可以效率提高很多 那再重复再做一次 对 刚刚那个动作再重复做一次 有同学提问就是说 假如说现在还有多余段落 那你就再做一次 做到没有多余段落文字 可以吗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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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多按几个人 好 继续咯 可以吗 好 再来就是 我们 我们有时候 那个制作表格 制作表格 他会想要 他会想要把那个 枕栏来去做 搬移 枕栏来去做 搬移 好 我现在要教你这件事 表格里面的枕栏 搬移 所以请回到最前面 这边是不是刚好有一个表格 我把这个表格 我把这个表格加上字 加上那个框线 设计里面 框线 好 我把那个表格 我把表格 加上框线 因为我想给你看一下 请问 可不可以回到最上面 怎么样快速回到最上面 知道吗 卷轴 卷轴 移到最上面 或者是在左边这个导览 导览这边 点一下 是不是回到最上面了 这边有一个叫做表格 请把表格 表格的框线 加出 画出来 框线是不是在设计里面 设计 框线 请选 所有框线 所有框线 好 虽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还是教一下会比较好 首先我现在是不是要把取得位置 取得位置搬到 范本 类别的前面 可以吗 我就是这两个栏要对调 怎么对调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 游标选到整个这一栏的最上面 有看到吗 整个这一栏的上面 那个地方它是会变粗粗的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按住它 按住它 直接直接游标放在 例如说可以在范跟本之间 也可以在本跟类之间 也可以在类跟别之间 也可以在别后面 也可以在范前面 随便你放开就好了 你看这两栏是不是对调位置了 本来是范本名称 范本类别 取得位置 现在变成范本名称 取得位置 范本类别 可以吗 因为我觉得这有点像脑筋急转弯 可是我觉得还是动手教一下 你可能会比较了解 好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有 这边还有一个段落 这边还有一个段落 是不是连续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 再继续做一次取代 取代 好 全部取 确定 这边是不是还是有 好 取代 再做一次 好 那你一定会说 那这个 这边怎么会一直固定 这是表格 表格的 这可能就不是段落里面的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好 请问会不会去做 蓝的一个改变 然后接下来 我想教 我想教 他这边提供了一个新功能 整个节的移动 整个章的移动 有听懂 什么叫整个节的移动 举例来说 请问一下 这个 这个导览窗格 会不会看 请点选 检视底下的功能窗格 检视底下 是不是有功能窗格 要打勾 这个导览 是不是就出现了 好 我现在呢 要教你 如何去 改变 先后 顺序 举例来说 我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简报中的相片 更生动活泼的技术 技巧 我想把它翻到这里面 可以吗 其实就是整个节的翻移 怎么样把这个整个节翻移呢 好 记住哦 我现在是要把成功简报关键篇里面的简报中的相片 这一节翻到工作管理效率篇里面 变成这一节之后 所以怎么翻 就直接按住它 往下 往下拖曳到这边 放开 你看刚刚我的简报中的相片更生动活泼的技巧 是不是就被搬到工作管理效率篇里面了 会搬吗 直接透过导览来去搬 所以我的成功简报关键篇就从十节变成九个节 这是整节的翻移 请问可不可以再翻回来 不可以用复制哦 我只是告诉你 因为当我们今天在构思一个大方向 例如说在你起承转和各章的一个标题 这个时候你可能大量会需要用到这样子的一个使用技巧 好 工作管理效率篇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简报中的相片 请把这一节翻回来 翻到三跟四之间 那就按住它往上拖曳 拖曳到三跟四之间 放开 请问这样是不是就又调整回来了 不对 这应该是在三的前面 好直接拖曳 你们可以理解这个每一个章节其实都是有些很重要的意义 像我现在给你们这欧比斯四指招 如果说今天如果说今天我想要做整个章的搬移 整个章的搬移 那么我其实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工作管理提升篇 工作管理提升篇 可不可以按住它往上拖曳 可以的放开 有看到如果你拖曳的是张的标题 一样可以去做整张的移动 那所以按住按住这个 你看现在我的一刚开始就是工作管理效率篇 按住它把它拖曳回来 拖一张的名称在导览里面去做移动 是不是就可以调整我的张的先后顺序了 所以调整整张整节是还蛮容易做到的事情 来请将游表移到最上面这个表格 然后麻烦请用法属右键 法属右键点选这个范本类别的上面一点点 我很抱歉 我这边我不能按右键 我真的不想为什么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 反正麻烦请你插入右边那一栏 那我现在我就自己动手来去做 插入右边这一栏 可以吗 插入右方 或者是你点这个地方 然后点选表格工具的版面配置 插入右方栏 你有没有发现插出去了 对不对 对吧 你后来希望插出去 不希望 我们现在要把这整个表格在自动调整回来 怎么做到这件事 新功能 可是我现在要告诉你 它有一个新功能 好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选到这整个表格 我是不是选到这整个表格 然后在这个版面配置的自动调整 自动调整 有自动调整 内容 自动调整 视窗 固定栏宽 有看到 如果我现在要做到 我现在要做到跟你们一样 就是它会自动缩小 这个叫做自动调整 这个叫做自动调整 视窗 可以听懂吗 自动调整成 视窗的大小 就是当你今天 当你今天你在可能以色调里面 你已经选好了一个资料表格 等一下我就要教你这件事 然后想要把它应用到 Word里面 这个时候 这个功能自动调整 是很好用的功能 可以吗 自动调整成 整个视窗的大小 好了 我现在呢 我要请你在这一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输入数量 好 例如说 这个空白文件的数量100 然后部落格200 然后名片300 收据400 形式力500 表单600 可以吗 然后麻烦请点一个键盘 点一下 tap键 因为我现在这一格 我想要算 小计 小计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 这个数量的小计 我想要表格 自动计算出来 好了 那我现在哦 要教你如何自动计算 什么叫自动计算 知道吗 我现在是不是想把100 加200 加300 加400 加500 加600 把它加动起来 放在这边 那请问你以前怎么算 你以前怎么做到这件事 新算吗 拿计算机出来算 对不对 会不会想说把它放到Excel去 然后再算完 然后再复制贴回来这里 好 不需要 直接在表格 表格 这边表格工具 版面配置 最右边它就有公式了 有看到吗 公式 它其实是可以计算的 卧的里面本身它就有计算 公式 所以请点公式 然后呢 现在这个游标 现在这个游标 它会往上面侦测 看上面有没有内容 如果有 它就会放 Some Above 那如果左边 如果上面没有内容 左边有内容 它就会变成 Some Wa Left 可以吗 只有这两个 没有人会在右边放数字 下面放数字 对吧 好 然后点选 确定 请问100加200加300加400加500加600等于2100对不对 绝对对了 这我想这个简单的计算 可是如果说 如果说你今天数值换掉了 例如说这个换成123 例如说这个换成123 有可能 请问它有没有换 它没有换 它有没有跟着直接换 它能不能像以下这么聪明会整个直接联动 不行 你必须要再重新做一次 就是表格工具里面板面配置公式 然后点选确定 它这样是不是就算好了 好 继续了 这是关于表格自动计算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当你今天你的表格数字有变动的时候 你的工资要重新计算 也就是重做一次 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它不会随着你的数字改变 就是项目栏位里面的内容改变 结果跟着它不会做这件事 所以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当然你不想要做这件事 你点一下滑鼠右键 有一个叫更新功能变数 你可以透过它来做更新 就是讲剩一个项目内容有感 你只要用滑鼠右键去修改这个灰色的事情 灰色的功能变数 好 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 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以SEL的分析统计 然后把资料表放到Word里面的使用技巧 这还蛮重要的 好 我现在要跟你们分享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在ESEL 我画好统计图 我也想把统计表放到Word里面 好那它有做了一个新功能 要跟你特别分享一下 好了 我现在先把这个Word档案关掉不要储存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超市范例 超市范例 请问一下 在超市范例这个档案里面 你们知不知道一些基本的分析 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什么叫基本的分析 我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年的资料在这 这边有2013到2016年的订单 然后呢 然后它有销售额 还有利润 所以我是不是就可以去做那个销售额跟利润的资料分析 的数据分析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那我想要去算出来这个2013到2016年 这4年的销售数据表 可以吗 2013到2016年的销售数据表 然后子类别的销售数据表 有听懂哦 我这里面是不是用品 我想知道2013年多少 2014年多少 2015年多少 2016年多少 我也想知道信封 2013年的销售额是多少 2014年销售额是多少 意思类推 好 请问有听懂 我现在讲的这个内容哦 所以我现在就要带你们去做这个数据分析 分析完产生这个资料表 我想要应用到Word去 好 请问怎么做这件事 首先我要去做各年子类产品的销售额统计表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当然就用唯一也只有这个分析 所以插入销售额 然后点选确定 对不对 书你有分析分析表 他就会告诉我说我现在要分析的范围是什么范围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列放的是不是子类别 所以请往下这个卷轴往下卷动 有没有看到子类别 请先勾子类别 所以我有这17个子类别 有用具、用品、收纳具、细部件、信封、美术 很多很多就对了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去看那个各年的资料 所以看订单日期 它是跟年有关系 日期才会跟年有关嘛 所以请把订单日期拖曳到蓝这边 所以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用具2013年、用具2014年 那我要看什么呢 销售额 销售额这边是不是都选 它就会自动放到值这边 请问一下 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 如果我想要放到Word 没问题吧 请问这样 做到这边可以吗 请注意 子类别 如果你不会打勾 你就直接用拖曳的 这边放子类别 这边放 订单日期 然后这个值 值用销售额 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 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一张 这是一张数据表 数据资料表 这个数据资料表 要不要贴到Word那边去 当然要啊 因为我知道我们会画图 我们会画折线图 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贴到把这个统计的结果 建议啦 建议 等一下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所以先把这个小数位数 小数位数 来请点常用 这都是数字对不对 你有没有觉得这数字有点怪怪的 你稀不希望 你稀不希望三位一撇 当然希望这样方便我们来去看这些数字 好 常用底下千分位符号 然后请把这个点00改成什么 没有小数位数 可以吗 就是我们先改成这样子 我觉得会比较好看 好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选 全部 麻烦请选到这些所有的值 所有的内容 从这边选 选到这里 会选吗 好 就从这一格开始选 选到这边 接下来呢 接下来请用常用底下的复制 常用底下的复制 然后接下来去做什么事情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一个office40招 请把office40招打开 请把office40招打开 好 假设我要贴到这边 假设我要贴到这边 贴到这边 我是不是就直接点这个按键 常用底下贴上就直接点它 好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当你贴上去 有没有超出 超出这个整个视窗 这个叫视窗 从这边到这边叫做视窗 可以吗 好 有没有超出这个大小 有 来赶快贴上啦 贴上只是按一个按钮 这个贴上钮 好 那 可是当我们今天设计 建议各位 点选这个表格 点选这个表格 可以吗 请点 这个表格 好 这个表格就被我点到了 点到了以后呢 麻烦请用板面配置的自动调整 自动调整视窗 就是自动把现在这个表格缩小 缩小变成视窗的符合大小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针对这个表格 这样看起来 是不是觉得跟刚刚以下就比较像了 可以吗 我建议你们一定要手动做设计 设计 一定要做设计 例如说 这边的设计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就是看你要不要把它固定 使用某一种 例如说 我就固定用这一种 我就固定用这一种 然后 然后 接下来 还没结束 我都会给予它 框线 所有 框线 这样看起来会更正式 还有一致性 记得你就只要固定选择某一种 就好了 那 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件事情 在这一个表格里面 其实它有很多的空白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空白 你们电脑看得到 看不到这个空白 有吗 所以请选到 请选到这个表格 选到这个表格 会不会把空白拿掉 我每次在做 从Exel的储存格 复制贴到Word 很奇怪 它里面就是会有很多空白 那请问你 空白 我要怎么把它给拿掉 取代 对 常用底下取代 所以呢 把空白拿掉 所以在寻找目标 请点一个空白键 那取代为什么 什么都不要做 取代为是没有东西 然后全部取代 然后他说 你已经在这个 整个选举范围内 取代了1589个空白 变成没有东西 那你还要不要再从 其他部分开始再做 请选FOR 我只要做完这个表格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他刚刚把那个内容 就是加了很多很多空白 所以建议现在这些数值 这些数值要怎么样 靠右对齐 数值一定是靠右对齐的 好 那以上这个内容 你可能还要再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是标题 然后这个地方变成项目 然后接下来这一列是可以删掉 我想这些我就不动手去做 这两列其实是应该要删掉的 对不对 这两列应该要去删掉 会不会删掉 在版面配置这边 然后就去做删除粒 删除粒 这个应该要做合并储存格 叫做棉 然后这边也要做合并储存格 叫做项目 项目 好 我只是要提醒你们说 当我们今天做到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觉得你一个表格的一致性 表格的一致性 是不是就被我们做出来了 我再做一次利润 各年纸产品的利润数据分析 统计分析 可以吗 我只是希望你们到时候去放这些资料表格 是要一致性的 你不要换来换去 好 你不能说这边 这一个表格我用设计里面这一个 我用这一个 然后下一次呢 我又换另外一个 不行 一定要都是用同一个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放资料表会比较好 那我们现在再做一次了 请问你是不是回到了 回到这个eSale 回到eSale 我再做一次刚刚的动作 只是我现在我要分析的是什么 刚刚是不是分析 各年各年的销售额 各年纸类别产品的销售额 现在我想分析的是各年 各年纸类别 纸类别的利润数据分析 可以吗 这应该都是很基本的大表 就是当你今天拿到商业资料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都要分析出来这些资料 好 那我们来去看怎么做数据分析呢 当然在eSale里面 我们想到就是枢纽分析 枢纽分析 所以第一件事是不是点插入底下枢纽分析表 然后点选确定 因为我要做各年纸产品的利润统计分析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的列我用的是什么 纸产品 没问题吧 请问为什么列用纸产品 那个时间为什么是用在蓝 你们知道原因吗 有没有例外 现在这件事情 现在这件事情我们没有例外 因为我做出来的表格是不是属于长方形的 那长方形的话 我今天我会希望说 我比较多项目的是不是放在左边 比较少项目的是不是放在蓝 放在上面 可以了解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左边它是纸类别 所以列里面放的是纸类别 所以你可以把纸类别拖曳到列这边 这边是不是放成 就是有什么纸类别 有这17个纸类别 那蓝里面放的是什么呢 放的是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你现在不可以打勾 你现在不可以打勾 打勾它就会放到列里面去了 我要把订单日期是不是放在这边 这边不就是对于我的那个表格就是蓝 所以请把订单日期 拖曳到蓝这边 2013 2014 2015 2016 接下来我的值是什么 利润 利润 好 为了我们到时候不用去改格式 所以建议请在这个地方 就先把它的格式给做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选到这些数值 选到这些数值 包含总计的数值 然后常用底下 是不是可以点千分位符号 这个一定要有千分位符号 再来这边有什么 减少小数位数 减少小数位数 注意哦 这边这个是符号 代表说美数 2013年是符的 2014年是符的 2015年是符的 2016年是符的 所以整个总计是负这么多 好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选了 选到整个这个表格 选到这个整个表格 然后复制 复制我是不是要贴到word那边去 好 所以接下来点选到刚刚的word 好 假设我坐在这一个地方 跳一个空白段落 跳一个空白段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就直接去做什么 贴上 可是你这时候贴上 你有没有发现 他是不是跑到外面去了 跑到整个 整个的外面 没关系 没关系 不用紧张 我就直接选到整个表格 你不选也无所谓了 反正他就整个把表格到时候会说 会合并 好 点到整个表格 然后这里面板面配置 表格工具的板面配置 自动调整 自动调整视窗 自动把现在这个表格调整 缩小变成视窗 是不是缩小回来了 缩小回来 真的里面有一堆的这个空白 所以我是不是要把这一堆的空白给拿掉 取代掉 所以呢 在这常用底下的取代 请一样 这边是一个空白 下面什么都没有 就是把寻找空白 然后取代变成什么都没有 就是把空白拿掉 全部取代 然后他说找到了1405个项目 要再从头开始去找吗 所以请点否不用了 因为我只要找这个表格就好了 你有没有发现 感觉是不是有点像了 然后接下来去做他的格式 他的格式是不是在设计里面 选一模一样的 对不起 这个也不一样 要选这一个 可以吗 要选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基本上 我已经差不多做完了 把这两列给删掉 把这两列给删掉 可以哦 这两列 底下 反应配置 我删除 删除 删除列 好 然后记得这些都是数字 数字要靠右对齐 数字要靠右对齐 所以选到他常用底下 靠右对齐 可以吗 请问一下哦 你们会被希望说那个当今天表格 当今天表格在跨页的时候 这个标题要重复出现 应该会要吧 对不对 所以每个表格一定都要统一做这个设计 所以例如说我现在选到这两列 选到这两列哦 选到这两列 这是我的标题 标题 所以请问标题重复出现在设计还是版面配置 版面配置 重复标题列 点它 你看这边是不是两列重复出现了 好 记得 记得 这个表格 版面配 设计里面 要加框线哦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请注意哦 虽然你现在 你现在 不是在跨页中 但有没有可能因为日后调整 它变到跨页 所以建议 建议把这两列选取起来 然后在表格工具版面 上面配置 重复标题列 万一不小心它在跨页中 跨页中 还没有 就是万一它在排版之后 分别在跨页 它是不是也会出现 那你会说 老师 老师 为什么现在这边 这边看起来怪怪的 好像感觉没有射到什么 没有射到全部框线 可是刚刚有没有做过全部框线 就算再点 点它 它是有效的 可是它真的 你不用再点 它也是长这个样子 好 我只是提醒你 提醒你 可能会有这种现象 好了 这个 以色尔做完的统计分析 通常那个统计图 复制 选择性 贴上贴到word 都没有问题 可是 可是请你记住 当我今天我有一个 以色尔的统计分析 你可能会把资料表 想要放在word这边 你应该用我现在教你 这种方式来去做 你在写计划的时候 会比较不会有问题 可以了解吗 你回去应该要自己 再重复做很多次 反正你写了一个计划 你就知道我现在 在做什么事情 你不可能在word里面 做统计分析 word没有统计分析的功能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时候 你记得 以色尔里面 你除了要放 你除了要放统计的图 你还是要放统计表 这就是统计表的一个 放置的方式 跟你们分享 因为至少他现在 变更友善 如果拿旧版 诶 调查一下 请问在座的各位 你们都是用2016吗 如果你现在的office是2016 麻烦举一下手 让你知道 或2019的也举手 好不好 有没有2016或2019 那就是2019了 那你怎么知道 你是2016 这边他会有写 这个 如果你用office365 那是2019 那个版本更新 好 那如果不是2016 或也不是 office365 那告诉你 你赶快可能要去跟 资讯人员讲 要换 要赶快换一下 这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 或者是有帮助的 还是有帮助的 那个都有在进去